我們呈現HDR,這次4K HDR主要的Keypoint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從Z5 Premium之後 我們這次Xperia XE Premium用的是最新的面板 那這個是2-in-1 LED,就是兩個LED放在一起 那對之前的Z5 Premium做比較的話 亮度大概提升了40% 然後我們的Color Space,色域也是從之前的Z5 Premium提升到大概138% 然後第二點是我們跟在Sony大旗的Grabia Team一起做合作 和Sony的Visual Product的團隊一起合作 把Grabia的技術帶進來了Xperia XE Premium 這次主要 待會可以有Demo給你們看一下 那第三個就是色彩調整對應技術 就是說電視跟手機差別 電視是放在大家的家裡面客廳看 那大概亮度,室內的亮度大概都一樣 那手機是一般用戶拿在外面看的 所以在不同的狀況下面看 我已經有先介紹說 你是我們台灣之光 我第一次用中文介紹 所以在外面看的話呢 因為可能在室內或者在戶外 亮度會比較不太一樣 那我們會做色調的調整 那就是說 在外面亮度比較亮的時候 看起來螢幕的色彩也會比較正確這樣子 那這次對應的就是有HDR-10的HLG 所以其實我們這兩種規格給我成功 那這個是我們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合作的 發表的Amazon的Prime Video 的Partner的介紹 那今天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影片可以給大家看 那也有先跟朋友們說 我們的Xperia XZ Premium 就是等推出的時候 它可能因為我們買到的手機上面 就有Amazon Prime Video的這個App 那台灣的消費者也可以按進去 就可以開始做工 開始做工 那還有就是在YouTube的App Application上面 我們現在4K也是有做對應 那就是說 在YouTube上面如果看到的Source Source如果是4K的話 在解析度的選項那邊 如果你把它打開 下面會有2160P的選項 那2160P就是4K的選項 那如果Source Video不是4K的話 2160P的選項就不會出來 所以美女朋友們這幾天 有這個測試機的時候 一定要把握 就連上YouTube的部分 選擇2160P的這個YouTube的影片 來看一下它體驗一下這個4K 然後還有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畫質提升的技術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次的面板是4K 那在看不是4K的相片或者是影像的時候 我們系統會把它提升到4K的解析度 那這是我們畫質提升的技術 那畫質提升的技術 那畫質提升的技術 其實有兩種 一個是我們的Doubler 叫做畫素倍增 畫素倍增跟智慧補插 下面是智慧補插 上面是畫素倍增 我們有兩種技術 那下面的畫質補插 就是說單純只是把Pixel數放大成兩倍 當然不太夠 那我們中間會做補插調整 讓它看起來解析度會比一般的 比如說4HD的解析度還要再考慮一點 那我會補充一下 在畫素倍增的部分 它是直接就是兩倍 所以就是它是比較快速的方法 那麼呢就是智慧補插點的部分 因為它其實是要做一些處理 就是會比較細緻 畫面上會比較細緻 跟細緻會呈現更完整 然後它會使用在不同的情境上 我們請就跟我們一起說 那那個 這個畫素倍增 其實就只是把Pixel數乘以為 那 智慧補插是每個frame 每個frame都要做演算的 所以會比較好一些 電池的電力這樣 那我們在什麼狀況下會用 畫素倍增跟智慧補插 是在Sony本身的相片 跟看電影的時候 看video的時候 我們會做 是會補插 做upscaling 那一般來說 在看網頁或是玩其他遊戲的時候 或者是第三 Sirpati app的時候 會是一般的畫素倍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就是它從2K 或者是其他的source要提升這個畫質技術的部分 我們其實有評估 就是在相片跟影片使用比較多的上面的話 我們是用智慧補插點 讓它的細節更好 那麼呢 如果是在瀏覽網頁的部分的話 還有game的部分 就是第三方的這些game的部分 我們是用這個畫素倍增 用double的這個技術 就是讓它就是速度比較快的方式進行這樣 就是直接兩倍 好 那我們這邊是大概跟你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說你的content進來是2K 那我們Display的時候會把它升級到4K 那在智慧補插的時候是用CPU去做演算 所以會比較耗便利 那如果只是做double的話 這個是不會透過CPU 是直接在Display上面把它做放大 所以在這個方面的話 消費頻率會比較小一點 那當然以IQ的觀點來看的話 做智慧補插的會比較看起來很難看 好 那我給你做一下說明 就是說剛剛Jerry有提到就是我們素材的來源 就是content的來源可能很多元 可能有4K的或者是沒有到達4K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Sony這邊有upscaling 就是畫質提升的技術 可以讓這個就是可以畫質提升到4K這樣子的一個階段 那只是說呢它有各式不一樣的狀態 如果你的素材的來源都是4K 其實這個部分它會顯像很漂亮 但是它其實相對就是會比較耗電狀況 但是因為它就是4K的素材 就會走這樣子的方式進行 但是呢如果是進來的這個2K的這個素材的方面呢 它其實有不同的一些狀況 但是呢在Xperia的手機上面 我們採用的是下面這兩個 那大家其實主要可以看到就是在Double門 就是畫質倍增的部分 其實可以透過處理器的方式進行 或者是有螢幕 但是呢用處理器方式進行的方式會相對比較耗電 那Sony MOBA的螢幕的部分 其實可以去做這個Double門也更快速也更節電 所以因此呢Sony MOBA在這個電力的續航力的效能上面的考量 還有就是螢幕顯示上面考量 兩者都兼顧因此採用下面的兩種 所以因此就是如果是要做畫素倍增的部分 就是我們是採用從螢幕這邊 這樣會相對比較省電一點 那如果呢是要做就是智慧骨差點的這個方式 一定要透過CPU來運算的話 它相對的電力耗會比較多一點點 但為了更好的畫質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會兼顧畫質跟電力的整個的 就是跟Mix的 combination 是第三個跟第四個 真的是講清楚 就你們有先打電話 所以你才會可能會知道 謝謝 絕世的不用來了 還好就是說 這次在Xperia X Premium上面 我們有加了新的色彩模式 那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點我先介紹就是說 Zephi Premium就是在這次Xperia Premium之前的手機 我們做畫質調整的畫面大概是這個樣子 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off 第二個是Xreality for mobile 然後第三個是Shift for BB 那這個就是說 off的話就是所有畫質的強調全部都關掉 那Xreality就是開Xreality的engine去跑相片跟video 那這些都只有在Sony的相片部跟看video的時候才會運用到 那一般的遊戲或一般的網頁畫面都不會套用 那 就是你剛才講的是Zephi Premium的時代 它的介面是長成這個樣子的 嗯 那 在 XZ Premium之前 我們做的畫質調整 全部都是用software在做 在做加強的 那所以 只有Sony的 相片部跟YouTube影片看影片的時候 Xreality才會跑得起來 那其他的 看browser或Facebook或是看Twitter都不會有做加強的效果 那我們這次XZ Premium是全部做Hardware有做調整的 那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選哪一個mode 所有的畫面全部都在調整上去 喔 這終於有人握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右手邊的這個部分 其實XZ Premium的部分 其實有更多的這些應用程式的部分 其實它在Hardware上面就是有做的這些調整這樣子 所以呢就是我們可以把upscaling 或者是這些顏色的增強的部分做得很好 那我們新加了一個叫做 professional mode 我等一下那個 專業模式 畫面調整的畫面 我有規定一下 我先跟你介紹就是說 我們新的專業模式 professional mode 這次是從XZ Premium開始加入的 那以前在XZ Premium之前的話 如果你把色調全部關掉的話 有可能顏色會有一點不太自然 那這是因為我們的色域的colorspace做討證 那從XZ Premium開始 我們加了professional mode之後 就是說你的input應該顯示的顏色跟色調是什麼顏色 我們把它完整 100%完整的呈現出來在螢幕上這樣子 專業模式是SRGB 100% 這樣的叫做專業模式 那有些可能有些用戶會喜歡做相片的調整 或者是做相片的一些剪裁 那如果在拍出來的照片跟螢幕上顯示的照片出來 顏色不一樣的話 可能upload到Facebook上面 看起來色調會不一樣 那我們professional mode就是為了這個 拍出來的照片跟螢幕上看到的照片 那XZ Premium裡面 我們做色調的選擇 現在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professional mode 專業模式 第二個是標準模式 Sandle mode 第三個是supervisi mode 那只要選項一改 上面也會有一個圖讓你看 這個照片讓你看 讓你看 就是preview就是說 你選的這個 mode 上面的顏色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就是professional mode Standle mode Supervisi mode 你看可以看得出來 Supervisi mode的色調會比較加強一點 那Standard的話是100% 那Supervisi就是整個Panel 全部的138%的色域全部都會用到 所以顏色色彩會看得比較 對比會比較強烈一點 好我也補充一下 因為這介面是英文的介面 那大家回去拿到自己的 XZ Premium打開的時候 都用的是中文的介面 所以呢最左邊的呢 這個就是專業模式 就professional mode 是professional mode 是專業模式 就剛剛提到的100% 給專業人士 他們在影像處理上面 他們有100%的這個需求 就是很專業很精準的顏色 那麼中間的呢 Standard mode 是這個標準模式 在最右手邊的 Supervisi mode 是超低震模式 那等一下呢 大家其實在手機上面 就可以直接看到這些模式 那大家就會問說 為什麼我們要有這三個 這個不同的模式在 其實呢 松明也經過調查 人記憶中的顏色 其實比原本的顏色 要更濃郁跟顯眼 所以呢 就是我們事後 再拿到這些照片跟影片 回想當時的狀況 其實我們會比較偏好 那些就是比較 記憶中的顏色 其實是比較容易一些 所以呢 每個人的偏好不一樣 可能就是會需要 比較廣的色域 跟比較好的一個顯示的技術 所以呢 松明我把這次推出的 Xperia Xe Premium 具備有4K HDR 它的色域更廣 顏色更漂亮 所以我們可以提供 不同的模式給消費者 當然如果有一般的就是 有這個專業的 領域的影像工作者 他們就是要非常精準 就是要100% 無論如何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讓他們去做一個選擇 這是這三個模式 這是在這次Xe Premium 提供給大家的 那我剛剛有介紹到說 就是三個模式 不管你選哪一個模式 不是只有相片部 或者是看影片的時候 色料會變 所有整個UI 或者是你看網頁 或者是玩遊戲 全部的色料都會變 那我們下面有一個 screenshot讓你看一下 就是說 professional mode的時候 看起來顏色就是100% 會跟138%比方比較淡一點 那如果設定設成 蘇格率那麼多 整個UI全部的顏色 都會變得比較神秘 我們這次做的是Hardware 不是Software 是Hardware 去跑這些東西的 所以只要握手 離開整個螢幕的色調都會變 大家可以用這點的測試 繼續試試看 對 那這個 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們從設定的 UI畫面 選Display 不好意思 這是英文版的 選Display 然後進色調模式 然後客戶端就可以選三個不同的模式 然後在Xreality的設定方面 我們特別把它跟色調模式分開 這個是只有在看影片的時候才會套用上的 所以我們把它特別在兩個選項分開 那這個Xreality的On-Off開關 是只有用在SDR的影片上面 HDR的話 我們另外有另外的 內部的設定在跑 所以這個選項只有在SDR的部分 才會做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是從螢幕那邊的設定 除了剛剛的那個顏色的選項之外 就是在影片的這個部分 也有另外的選項 然後這個影片是專屬於SDR的這個部分 而且可以看到最右邊的上面這個圖 其實它的demo本身就是一個video 所以你回去看這個設定之後 On-Off On-Off 就是你可以一直看到這個顏色 上面Xreality 即真顯示技術它的一個變化 所以大家可以從測試的這個影片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好 那最後 簡單的做個 summary 就是說我們從 Xe Premium之前的 UI選項 這個樣子 只有三個選項 Off 或者是開Xreality 或者是SURG 那我們現在從Xe Premium開始 色調的調整 跟Xreality 兩個還分開 然後提供了 Professional Mode Standard Mode 跟Super Mode 用無端做選擇 這樣子 那最後 再特別強調一下就是說 我們Wide Balance 白色的 白平衡 白平衡 可以做調整 那這個白平衡的調整 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色調模式的三個模式 個別可以做儲存 那如果 比如說我今天做 Professional Mode 我還是覺得我的Xe Premium的 白色平衡有點 不是我想要的 我把它調滿一點 把它調紅一點 我在這邊做改變 儲存之後 我把它調回 我把色調模式 改成別的模式 再調回來的時候 它會基於你之前做的 對 時間有點可惜 好 那我的 presentation就到這裡 那我請大家來看一下 那這個電話就是現場的展示 AXe Premium 我先來看一下 我先來看一下